就是撒大个发动机变速箱质量都不行用不住劝你别买 粉丝留言问我小胡子哥我和媳妇去看了大众卵巡和图王X都非常喜欢打算年前入手 请问这俩车随着质量更好一些随更省油该如何选择 可是身边的朋友说发动机变速箱质量不行 说大众车的发动机供举出大了容易用不住容易烧着烧纳漏着漏纳的 小胡子你给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我和老婆正在纠结中 大众的发动机呢确实存在烧的问题 但是第三代第四代改善了很多改善了油气分离器 还有三层活筛环还有回油孔过小的问题 变速箱质量供举出大的也有能力用住的也有出现漏的问题 比如说动手一响啊 这是双离合变速箱的一个通妙 肯定是没有AT变速箱扛干 这俩车呢属于一车两脉 一个是上汽图王X 一个是一汽来巡 一汽的车型呢更贴近于大众这个德系的一个生产线 那么生产的车型与海外基本保持一致 行驶质感呢也偏德系血统 而上汽大众也鉴定了这个借鉴了德国大众的一个生产线 但是特供车型呢较多一些 就是国外没有的车型 比如帕克特和朗逸 但是上汽会将中国人的用车习惯融入到产品中 这样生产出来的这种汽车呢 会更适合贴近国内的一个消费人群 底牌调校拼舒适软一些 价格来讲呢 每个城市的优惠力度不同 这个就不多说了 虽然这俩车都是定位中大型SUV 走距相同 长宽高 多少有点差距 但都是为喜欢大五座车型的人群设计的 没有七座车型 图王X偏色进商务一些 前脸特别是大灯有图王的一个影子 而卵群设计更加年纪时尚运动一些 其实个人小活子更喜欢卵群的外观 图王X的前脸还是有大灯这块有的蠢笨 动力冷成 它俩都是搭载大众EA888发动机 分为低高功率版本 也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330和380 不过图王X有530版本可以选择 卵群没有 就是2.5T六缸机和奥迪Q6同款发动机 因为车子大嘛 有人认为380版本也热 所以就给了六缸 但是无论买哪个车记住330不能买 它属于小马拉大车 直接就买380版本就行 并且330都是两驱车 380才是四驱车 不如像它俩都是一样的七档四四双离合 包括底盘悬架也都是一样的钱 卖佛逊 后面多人赶悬架 都是加强的双重创 刚买悬架 并没有铝合金材 只有羊角是铝合金的 两台车实际开起来呢 油耗几乎相同 都是十个左右 跑起来隔音进一 还有开道风筝的 凑理的也都差不多 大差不差 并且悬架调教的原因呢 也都差不多 从销量来看 还是一切的蓝巡 悬量越高一些啊 两台车呢 你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并包括它蓝的内饰呢 仪表呢 蓝巡是贯穿的一个屏幕 而这个图王X呢 跟图王是一样的啊 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方向一边上都是一样的啊 大差不大 外观呢 也是非常相似的一款车的 跑高速跑长途 扎这个支撑性 都是特别优秀的一款车吧 但是开起来呢 略有一点点笨重啊 特别懒寻这个车吧 呃 图王X都适合年轻人去选择啊 女性现在开的也居多啊 多喜欢这样的风格 大的车呢 大五座嘛 空间更优秀 没有去做需求 挺好的 那么士兵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